特朗普的抗疫策略 在前期的时候受到的诟病比较多 现在他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您认为特朗普的抗疫的这些策略 对于他后面的当选 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先说两件事 一个就是说 目前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的防疫的 政策主流的观点还是对他是批评为主 认为他动作太慢 就是为了经济利益 这么晚才动手开始防疫 拖那么长时间 是吧 你不管中国的对疫情的报道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 1月23号封城 全世界都知道了 你不是不知道1月23号 中国这个武汉封城 那你拖那么长时间 你就不采取力度大的政策 他一直现在国内的批评是比较多的 那就是说 一句话 老百姓认为你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太多 对防疫的问题考虑太少 第二个就是对疫情对它的影响 因为大选是一个很多问题的因素的影响 我很难判断 就是说疫情最后结果是对它有利还是对它不利 为什么呢 其实疫情对它是有利不利 取决于它这次防疫的结果 因为它也是一个三亿多人口的国家 如果就按照这个比例 它的死亡人数是和别的国家比 也是一个中值 就是比例不是一个就是最多 可能对它不一定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所以就是说实际是最后防疫的结果 决定了对它有利不利 现在还在过程中 对 现在判断不了到底它现在的防疫措施 到底能把这个死亡人数的规模 控制在什么水平上 这个判断不了 就是很难判断 就是它的防疫措施 最后对它的那个大选影响是什么 我认为美国谁当总统 都不会对对华政策有根本性的变化 不是特朗普当选 美国对华政策也不会发生180度的转变 不太可能 但是表现方式可能会有不同 表现方式有可能它关注的点不一样 但是比如说像特朗普比较关注经济利益 跟中国之间的矛盾 但是你换一个总统 他可能对经济利益排序靠后 他对政治利益 政治制度的这种意识形态分歧 他帮着更靠前 那可能带来矛盾更大 采取的手段更加极端 就是说一个国家 应对意识形态冲突的手段 往往比应对经济冲突的 采取的手段会更加强硬和激烈 所以就是说是换一个人 采取的对华政策 能比特朗普温和的 我认为可能性小 因为换一个人 可能比特朗普对华政策 更加激烈的可能性大 这是我判断 我认为是换一个人 我认为是换一个人 优优独特的手段